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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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掌声有请黄庚 欢迎你 黄庚 现场的所有的观众都是为你来的 这让大家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 好腼腆啊 韩庚还好腼腆啊 脸都红了 突然一下紧张起来了 不会吧 这咱们自己的场子干嘛紧张啊 对啊 到家了是吧 对 那个韩庚呢 他每次在舞台上的表演呢 都好像刮起了一阵那个旋风 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被你自己的旋风刮晕 有时候我会 就是会转晕的 就是转到以后找不到那个观众在哪里 有的时候一转一圈之后就站不稳 就是转晕一下就步伐就乱了 就有点想倒 对 那今天现场我们是玻璃的地板 要不一开场你给我们炫一下 转一圈 行不行 那我们转一个四维转 芭蕾的四维转 好好好 我试一下啊 掌声热烈一点啊 晕了吗 晕了吗 真晕了吗 好 帅不帅 帅 刚才说晕了 要不咱们坐下来聊好不好 坐下来就不会晕了 韩东你知道吗 现场你的粉丝特别的窝心 然后刚才在你那个转圈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哇不要摔倒了 然后那个 但是呢 他们又觉得你很骄傲 觉得你的舞蹈功底绝对不会摔倒 对 然后他们就很纠结 好矛盾我觉得 对好矛盾 然后你 然后你坐在那的时候呢 又会有很多女粉丝说 韩刚怎么瘦了 是不是啊 是觉得还是瘦了吗 但是呢 他们又很纠结说 瘦了更帅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那我最近呢 因为休假了嘛 二月份整个一个月都休假 那你一般人休假的时候 因为睡得好呀 吃得好都会长胖 你怎么会瘦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出去玩了一趟之后 回去就觉得很瘦 除了瘦 对还有黑了 黑了 黑了你们都看出来了 对 晒黑了 晒黑了 对 然后可能玩得比较辛苦是吗 还好 我觉得 因为我出去玩没有计划 所以想到哪儿到了 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跟谁一块去旅游的 我自己 一个人 还有一个我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一起 到了泰国是我自己 好 那么其实说到韩庚呢 最近我们 因为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看春晚 对不对 你们都看吗 看中央台的春晚 那今年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 很帅气的身影 那就是韩庚 韩庚我想问一下 以前没有上过春晚 对不对 做梦都想上春晚 做梦都想上 对啊 就从来没有上过 为什么那么想上春晚呢 其实春晚就是 我觉得已经是成了 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 一个看的这个节目 必须要去看的 到三十的时候 那记得我小的时候 很小了 就开始看春晚 跟大家 跟我的家里人 一起坐在这 嗑着瓜子 瓜子 然后就去看那个电视 现在我的身边 都没人越来越多了 吃着瓜子 然后就看着电视 还吃着饺子吧 还有饺子 对 妈妈包了饺子 那个时候就觉得 很幸福 因为她有新衣服穿 还有红包要拿 压醉钱 但现在我收不到 我还得给别人 现在你长大了 独立了 轮到你给妈妈红包了 是不是 完之后一直 也没有想过 能上春晚 完了这次呢 父母我就觉得 上春晚觉得很开心 很骄傲的事情 全国人民都在看 春晚这个节目 我也挺紧张的 到那一天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春晚的表现 来看一下 下春晚的表现 春晚的表现 在这一晚 你会信世界啊 我连回家 我连回家 家在声声中换 声声回换 召唤 绝对 还一线回家 突然间 有泪水悄悄 留在人家 这一战就是 我的家 空气中充满记忆熟悉的尾巴 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不共云看着小森花开在天涯 小花被人组组组了 你就要看到那老老爷的小蕾 还有你爷爷奶奶开心的泪花 小花被人组组了 小花被人组组了 好有过年的气氛啊 现场特别热闹 你紧张吗 紧张 特别紧张 我其实看到一个小细节 我想现场的这个更范们也应该关注到了 就是那个 就是那撸袖子 其实那衣服好大了 我真的 这很大的 那个衣服很大 在我跳舞的时候就手一甩的时候就袖子会往下掉 掉下来 所以就时不时就撸了一下 撸一下 第一个是衣服大了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紧张的表现吗 也挺紧张的 我手一直都这样握着 不过还好了 还算非常成功了 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 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今天知道我访问你 他们说 寒庚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帅 特别时髦 怎么春晚穿了那个衣服就 也很时髦呢 我也觉得挺时髦的 就是不是你平时的那个发 对 不是我平时的 对 就今天这一套 或者是你平时演唱会的那一种 服装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别人帮你准备的 其实别人帮我准备 其实要是想让我做演一个像是一个龟子 像这样的一个角色 稍微有颜色呀 还有一些款式 他们有规定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春晚是真唱吗 真唱啊 对啊 是真唱 真唱 我们以前老是觉得春晚中间 好多那口型对不上的感觉 老觉得是假唱 都是真唱 都是真唱 但很多人误会觉得我是假唱 今天在这证实一下 我们韩庚怎么会假唱了 唱得那么好 对吧 我们想问一下 其实我也很想上春晚呢 然后我想现场的观众 肯定也很想上春晚 但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韩庚很幸运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会上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呢 其实我也不大清楚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对 是当时是有人给你电话 对 当时是央视的领导 我来电话说看有没有机会来上春晚 打电话的那一刻你是不是超激动啊 喂 你谁啊 春晚导演 是吗 是哪个春晚 是湖南卫视春晚 没有打电话是给我的经纪人打的 给经纪人打电话 是孙乐吗 对对孙乐 孙乐跟你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是 他说咱们有机会上春晚吧 我说有可能有机会的话更好 因为前年还是去年有一次要准备要去上春晚 但是因为很多的一个原因就没有去上就很可惜 那这次呢是不到直播那一天 你不能确定你真正要上不成了 对 因为有很多节目在之前就是审过很多次 也会对审啊 对 都被砍掉了 对 所以呢 就说有机会努力吧 就这样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看到韩庚 也是一种对韩庚这个能力啊 和他的这个演唱实力的这种证明 那我们还是要给点掌声对不对 很骄傲啊 很骄傲啊 谢谢 谢谢上海 我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你知道吗 我经常被韩庚拒绝 你知道我在 我在拍那个一不小心爱上你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 哎 韩庚 然后我觉得他也蛮适合我们里面的那个角色 就是Denis的那个角色 对 然后就他很英俊啊 很帅啊 然后又演过戏 有表演的经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特别热情的 说我要考虑一下 然后我在挡啊挡啊挡 快开机了 对 然后后来被韩庚拒绝 然后第二次 因为我们最近要拍电视剧 我又给韩庚打电话 气而不省 韩庚又拒绝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老拒绝 小姐你是在那里受苦 他就听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韩庚他是很有实力做那种全能艺人的 对不对 然后在唱歌啊同时也可以表演 但是我知道韩庚最近在演一部电影 大舞声 大舞声已经拍完了 已经拍完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舞声中你演的是个什么角色 其实我演的是一个 二魁是 二魁是我的名字了 是我的名字二魁 在戏里边叫 孟二魁 其实也演一个两个兄弟 学金剧 到了最后这一个 一个是艺术生涯的一条路的一个过程 有很多 遇见了很多事情 不光是在 亲情上 友情上 还有爱情上 就很多挫折 一个一个故事 里面有恋爱的那个戏份吗 有 有 有讲到感情的部分 有 要不要演一段呢 别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背后故事的有过现场 有没有特别找老师培训一下表演啊什么的 我在拍戏前一两个月一直在学金剧 学金剧的身段啊 还有刀枪 有很多的一些道具 会不会耍起来特别帅 我们现场展示几招好不好 我们也准备了道具 来请我们的导演把道具 把什么刀啊枪啊都拿上来吧 这是女孩用的 男孩男孩子用的是一头枪 我们现场只有女孩用的 有 还真有 对有男生用的 这女孩用的留在这吧 带我们请个女孩上来好吗 对 那还能学两招 其实也不是 有一个叫什么样的一个金剧 有一场戏是用这个枪 就是那个女孩子来踢这个枪 然后你接过来 接过去这个枪 好 那你来给我们来展示一招 掌声鼓励一下 好 三姐跳打了 来来我站远一点 有两个像而已 帅不帅 没看够再来一招吧 再来一招 就是那个我踢过来 然后你接住那一招 好 那怎么亮啊 对 我不会那么亮相 必须那么亮相好不好 好 我给你扔过来 一起来吧 一起来 我不行 来我扔过来 一二三 其实这也记性的 不是精确动作 那好像看着我会骂我 不会的 那个刚才这个亮相 我觉得挺帅的 有没有现场的 那个粉丝们愿意上学一下的 我说 拜托 我说的是女生 没关系 你来吧 男孩子 这个女生一定要帅 对对对 好 你拿这个女生的枪吧 我在前面吧 好 脚踢开 手打开 绕过来 卷枪 压枪 可以了吗 好熟练 单独来一遍好不好 其实这个动作呢 我跟无尊都是 是一样的 但是距离呢 都是这么紧的距离 嗯 所以耍枪呢 一定要是这样竖的去耍 哦 要不就会 打到别人 对 所以就 我们俩有一个动作是同时的 对 你就耍上了 你就耍 要不你们两个面对面来一遍好不好 好 但韩庚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可以吗 你不会伤害到你的偶像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大家说小心一点 慢点啊 好担心啊 走 亮相在前面亮相 啊 喂你太可爱了吧你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那你既然上来的话 给你个机会拥抱一下你的粉丝好不好 谢谢加油 加油 你有什么祝福的话要送给韩庚吗 啊 希望你以后越走越好吧 好 行 坚持走下去 嗯 谢谢 你有点像老师啊 有点像领导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生蒙海鲜是吗 嗯 这谁给你起的 这是武航的那帮人帮我起的 嗯 为什么呢 跟武航他们去练功 跟洪大哥一起练功的时候 特兴奋 嗯 什么都想做 人家说那个 这能不能做 我说能 好 坐吧 嗯 这能不能做 能 用不用被养 不用 哈哈哈哈 然后就开始练 就开始做开始练 他们怎么练 我就怎么练 嗯 武航在踢腿 我就跟后面好好踢腿 晚上怎么翻旋子 那个翻盘子 打旋子 我一跟着旁边变 嗯 然后那个洪大哥呢 就觉得说 洪金宝吗 对对 洪金宝是这个戏的武术指导 武术导演 武术导演 对对对 嗯 最后呢觉得 我可以做就好多戏 好多就没有用提升 全是我自己来做 哦 对 所以 跟他们之前练功呢 练了有三天 就腿的肌肉特别的疼 就已经酸的 就再怎么抬抬不起来 就坐着床都疼 所以第四天 我去演出的时候 一使劲 肌肉一下就拉伤了 嗯 肌肉就好像肌肉撕裂 在这个地方 然后又休息了一个星期 然后能练的 我就能练 就练不了用腿的 我就休息了 韩哥我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你讲到这些 我觉得你是个 特别拼命的小行人 嗯 我是挺拼命的 是不是 三岁 三岁是什么意思呀 谁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找一个 我们现场的更范 三岁是什么意思 然后让自己说 就 就是暗地我说我弱智 大家都不答应了 大家都不答应了 我们给个粉丝来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还得要红包啊 红包啊 一块钱 是你结婚了是吗 是因为结婚了 所以害羞吗 刚杰 刚杰 是吗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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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韩哥为什么叫 你们为什么叫他三岁呀 三岁啊 因为他很可爱嘛 有的时候总会就是 出人意料的 然后做一些那种 很卖萌的动作 然后他自己也曾经说过 说他自己只有三岁 这个问他好了 他自己说的 就是他年龄只有三岁是吗 对对对 另外跟韩哥说一下 红包给了啊 好 韩哥你的粉丝怎么找 你要红包啊 都是这样 是因为上春晚了吗 都是因为去年的时候 他说要结婚嘛 说要给红包 对我一直拖拖到现在 就有点像杨白老的感觉 大家都是来讨债的是吗 湘姐来讨债说 你看怎么不演我都一不小心 按上你啊 这粉丝来了 我都结婚了 这不给红包啊 还有吗 现场还有什么 答应了没干的事 请吃饭是吧 还有什么 哎呦 哎呦 对 好行了 这没完没了了 这样 还有很多的 就很多人说我的粉丝 哎 顾过来了 那我的粉丝呢 就会说 那赶紧叫韩哥 够个拿钱给我 哈哈哈哈 韩哥 你觉得你跟你粉丝的这种关系 呃 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应该是什么样子 呃 我觉得温暖 温暖 嗯 我觉得很温暖 跟他们大家在一起呢 不光是温暖 幸福 还有我觉得 呃 是一种力量 嗯 对 不光是带给大家说 带给所有人 就是说大家能 提起 把这个力量提起来 能帮助很多的人 嗯 我就想去让大家能 更团结一下 嗯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对 所以才会说 你看我结婚了 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 结婚了 哥哥是不是给个红包啊 然后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那你们都结婚了的话 韩哥得攒一大笔钱了 嗯 应该都是你 应该多长 啊 对 我拖的时间有点长 对 慢慢来 慢慢来嘛 嗯 其实呢 说到韩哥演这部戏呢 我们知道 是韩庚和 嗯 吴尊一块演的 那你跟他搭档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跟他 哎 吃 他有个外号是不是 吃货 什么 吃货 当我是垃圾桶是吧 哈哈哈 他们说你的外号叫吃货 我就很愿意吃 对 哈哈哈 可是你属于那种 怎么吃都不胖啊 嗯 是不是啊 很嫉妒啊 羡慕嫉妒恨呢 哈哈哈 但我吃呢 还会运动呢 还会运动 对 光吃不运动 肯定会发胖 对 像我这样的 光吃不运动 哈哈哈 待会我也去跳跳舞去 跟我们讲点有意思的事吧 其实跟他拍戏呢 他的普通话 不是特别顺吗 嗯 嗯 有一句台词我记得 嗯 很好玩 呃 说 你们跟我好好唱戏 不要跟我耍 腰儿 腰儿子 腰儿子 这一句话 就他拍了 拍了有四五条 就每次都消场了 你们跟我好好唱戏 不要跟我耍腰儿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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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期生吗 哦 同期生 同期生啊 那他真的是 他没有说韩庚 但他真的很努力 嗯 他在 他下来之后 就一直在学一直在学 真的很努力 嗯 但是 真的 最后练出 从这部戏以后 就觉得练的普通话 越来越好 是吧 对 里面有恋爱的那个 戏份吗 嗯 有 有 有讲到感情的部分 有 是哪个女生演的 你的梦中情人 呃 但是 呃 我 无尊大S 啊 我说 哪个人演你的梦中情人 他说 我无尊大S 我无尊大S 非得加一无尊 因为你们得去幻想到这个剧情是什么样的 哈哈哈 要不要演一段呢 哎别了 好 这样吧 给我们讲一句最肉麻的台词 最肉麻的 对 台词 我要娶你 听到了没有 再说一遍 小声啊 对就是这样 我抱着他 我要娶你 我都被电到了 你想娶谁呀 你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背后故事的演播现场 你想娶谁呀 你猜 你猜猜猜猜 其实这个电影呢已经拍完了 然后现在应该是在做后期对不对 对对 然后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在全国电影院上映呢 应该是在八月份左右 就是今年的八月 对 会在各大电影院上映 对对对 会不会有压力 其实我拍这部片子呢 会有一些压力 但我只希望说通过这个片子 让大家知道我可以演戏就好 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机会告诉大家你可以演戏呀 为什么一定要选大舞声 告诉大家你可以演戏呢 大舞声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形象或等等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 去挑战的一个角色 不光是在京剧方面还有一些动作上面 都是我一个突破 我只想说我能打能演不是画屏 有没有担心过票房啊 我还是没有担心过这些 我从来不想这些东西 对不管是出专辑啊 或者是演唱会啊 或者是电影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票房能卖多少 只是说就想把我这个作品展现出来 让大家能觉得我可以做认可我 就算一两个观众去看我都会去尽力去演 我就这样 会不会自己买电影票进电影院看 有可能会啊 会吗 我可能会 你们会不会去看 会 这个话不用问了 肯定会去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场电影 对 对自己也鼓励一下 对 人买一张电影票进去看 对 其实 包场看吧 好 包场看包场看 我们又答应了 诶 韩庚 你是不是粉丝们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 然后答应回来想我答应了多少 还得一个一个的去兑现 那其实作为电影来说 我觉得对演员去演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只因为是这个角色你喜欢就会去演 不会考虑到这部片子会不会成功啊 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影响力吗 不会想这些问题吗 但我还没想那么多 所以他们才叫我三岁很单纯吗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当然了 不应该是艺人自己想 可能你的经纪人啊 或者是你的整个团队 他要帮你考量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听谁的 还是听我的 因为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毕竟工作肯定是要开心的 你要工作起来不开心的话 我觉得就工作起来就没有意义 你的生活起来也没有意义 我觉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 可能这个也是你单飞的一个原因吧 会不会 也有可能 也会有一些因素 我就比较 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较就是享受 工作的快乐 开心 尊重 还有配合 我很享受这些东西 那我们知道在2010年7月17号 韩庚呢 在这个北京展览馆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 这也是单飞之后的个人演唱会 2010年7月17日 北京展览馆 这是韩庚人生中的首场个人演唱会 因为梦中下的秋冬 温暖我的心就一抬头 全都心想在这一秒钟 在陌生的国度 折服半年之后 单飞的韩庚 背负着外界对她的各种质疑 与沉重的压力 以义无反顾的决绝 和令人惊叹的勇气 宣告她的正式付出 这次她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心 大家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支持她 会有多少人来看她的演唱会 一个人的歌唱是否能向大家证明 退却了团队的光环 韩庚依然可以耀眼发光 对于此时的韩庚 一切都是未知 那当时在做着演唱会之前 会不会想很多 因为以前韩庚是以团队的形式出现的 现在单飞以个人的形式 然后出现在观众面前 还要举办演唱会 会不会很有压力 压力很大那一首 因为除了你出录制专辑 那还要准备演唱会的所有东西 那专辑还没有全部都制作完 就准备就开始演唱会的东西 所以那段时间是累得非常的累 压力非常的大 我觉得我自己能不能承受这场演唱会 这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演出 说大家能不能接受我 那个时候我觉得每天睡觉都会做噩梦 梦到什么 梦见就我躺在那就把我这个 打开了把我的宣传就给我切开 切开之后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 就是很多的学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压力有点真的太大了 那真是压力太大 都会梦到这样的 就做到这样的一个噩梦 其实那个时候想只想证明我自己 就特别想证明我自己 我可以去做 我不管做什么我一定要去努力去做 把我全部的想法全部的心思投入在这里 所以那段时间累的就是已经玩命了 就怎么怎么着 不管什么东西你就就玩命了去做 当时玩命的去做些什么事呢 什么都去操心 比如说 不管是舞美音乐 还有什么伴舞舞蹈 歌曲 还有整个一些流程 全是我都是很 就是很上心去做 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 我都会去跟导演去沟通 去商量去怎么去做 那舞蹈演员呢 是我在我开演唱会之前 从几百个人里面一个一个选出来 自己去选的 我自己去选 我就选出来真正 说做我的男子 一起去 怎么选呢 一百多个人你就去看看吗 还是说让我 一个进来跳 对 一个个进来然后跳给你看 跳给我看 完了他有即兴的东西 那就跳给我看 如果可以的话 再把一些可以的人再跳过来 把我的舞蹈交给他们 我看得也可以就跳出来 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呢 一个将近半个月吧 就选单身 你算不算你演唱会的总导演 不算 我感觉有点像总导演的感觉 每个单身要自己去挑 然后现场的舞美 然后整个流程的安排 自己要花精力去设计 我在整个演唱会里的角色 就有点是妈 这个我觉得还能好一点 那个我还能看得好一点 会不会看演唱会之前 大家看韩庚来了赶快跑 大家工作起来就很开心 很开心 我觉得除了这些事情比较多之外 可能心理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 对心理压力很大 当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因为我听到韩庚要看演唱会的消息 我的第一感觉是 哇 怎么这么快 就要开个人演唱会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准备演唱会的时候 还在录音 还在录这张专辑的东西 对 那时间一点一点 毕竟我就觉得没时间了 没时间一定要快 再怎么的要 在演唱会提前五六天 把整个演出再做好 那之前要彩排 要磨合 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 那时候我性子特别的着急 急性子 急性子 就是一定要 今天出了这个问题 必须把它解决掉 一定要不如用服装 或者什么的 那明天最晚明天 赶紧解决掉 我不想出一点差错 因为对我 这场演唱会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不光是我 我家人 还有对我的歌迷是一种责任 为什么那么急啊 其实 当时是个什么状况 当时呢 说开 要开一个发布会 或者一个首唱会 嗯 但我们在吃饭聊天 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人员 就三个人 四个人 就工作人员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嗯 那就聊天 吃饭聊天说 哎 做什么呢 直接做演唱会 开玩笑的一句话 直接做演唱会 当时就 大家就没有说话 到最后说 哎 做演唱会吧 就这一句话 就把时间拉得很紧 就做了演唱会 当时我也觉得 做那好吧 做吧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聊天 然后一个工作人说 哎呀 开什么发布会 干脆就搞个演唱会吧 就这么一句话 行 就开演唱会吧 你不觉得 我真是有的时候觉得你真单醉 哈哈哈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三岁小孩的冲动 说不定就能成大事 对 有的时候想太多 真的会错过很多的时机和机会 那在演唱会的前一天晚上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做了什么吗 前一天晚上他们说 是在检查工作吗 排练 排练 我还在彩排 嗯 在 在北斩 一直彩排到凌晨三点多应该是 凌晨三点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 说大家还真的不要出擦错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大家就是 千万不要出擦错了 各自习者不要在演唱会的时候出问题 对对对 你当时最担心的是这个吗 就是担心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出问题 你不会担心呃 卖票的情况啊 现场会有多少人来 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嗯 之前我就知道已经卖光了 哈哈哈 当时我我我我听说啊 好像是这个 售票的情况呃 非常的火爆 是多长时间票就全部售光了呀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三十七分钟 三十七分钟 你们在旁边掐表了是吗 三十七分钟 三十七分钟 有多少张票 应该是两千多 差不多两千多张票 两千多张票 三十七分钟 全部都卖光了 嗯对 因为他们有一个记录 会有一个 亚洲记录 嗯 就售票 就是卖演唱会售票 速度最快的一次 对 当时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 我特别激动 激动的不行了 我说票那么好卖 哈哈哈 刚开始是这样的想法 就很开心 到最后呢 就很头疼了 到最后真的是没有票 但父母就说 我的朋友要票 要票 到最后我就手机就关掉了 在这个售票之前的时候 会有担心吗 嗯 就是还没有开始卖票之前 会不会有担心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 是不是有问题 但我就对这个售票啊 还有什么唱片的销售量啊 嗯 还有票房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关心 不关心还是不担心 就不是 不关心 不管你卖多少 或者不管你能来多少人 我觉得我都无所谓 就算来一个 反正我也认真唱给你听 对啊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刚才我也说过 是说 在我解约那段时间了 你说 如果所有人都不去支持我 去关注我 或者是理解我 有一个人 那我也会尽量把这条专辑做好 我终于知道你的更范 为什么这么支持你了 嗯 虽然他们说你是三岁 我觉得是一种爱称吧 嗯 有的时候觉得你可能想的太简单 想的太少了 他们有时候会替你着急 所以给你起个三岁 这样的一个外号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作为艺人来说 对艺术的执着 对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的热爱 可能他就是一种简单 他可能真的没有想 那反而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方法 才会赢得更多人的掌声 你们说是吗 是 谢谢韩庚 拜拜 那其实呢 说到我们在2010年5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在韩庚家也做过一个访问 那个访问呢一直没有播 是炯灸和娜娜做的 对的 要不要看一下 要 这应该是我 我们结果以后第一次接受采访 说出这样的这么多事情的东西 那我想问一下 以前应该算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们吗 现在会经常联系吗 换个话题啊 其实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啊 当时是一个人的消失 就是寂寞了一个世界 突然间